现在我们场地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非常郑重地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究竟酸性水 碱性水能不能改变人体的体质呢 戴维老师 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酸碱反应 有酸性的物质加碱性的物质 它会变成碱性 但是我们人体中的企业真的是这样吗 从化学上面来讲应该是可以的 咱们应该去做一个实验 为了验证 好不好 好 这边来看 我看到这已经有个一夹子 爸爸妈妈和小孩 这个是他们的肚子 对 就代表他们的体验 这三个都是普通的水 但是我们加了一个酸碱解释剂 它碰到中心的物质它是绿色的 有点像我们的PHC一样 如果我们加酸 我们知道我们的酸碱解释剂会变 如果我们加碱 我们的酸碱解释剂也会变蓝 那我们先来做一做给大家看 那这样好不好 我可以邀请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一块来吗 当然可以 这个实验因为有危险性 所以我们要请一个胆子很大的男生 好 加一吧 加一好不好 来 你的任务是加一个酸性的物质 这个有柠檬还有洗衣粉 你觉得你应该加哪个 柠檬 柠檬 好 所以我们看 这代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体验 是 现在是中性的 我们加了一点酸性的物质 它会变成酸性的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帮忙吧 来 我们蒙蒙一起 我来帮你们 蒙蒙挤柠檬 柠檬不让蒙蒙挤柠檬 蒙蒙偏要蒙蒙挤柠檬 再拿一个新的柠檬 也是变了没有 变得越来越黄了 所以我们加了酸性的物质 我们的液体会变成酸性的 是 怎么还有哪一个碱性的物质 是不是 对对对 那洗衣粉 好 所以碗第二个缸 是不是要加一个碱性的物质 好 我们把刚刚测过的 碱性的洗衣粉倒进去 再一点 我们要做化学线要控制量 哦 搅拌一下 怪不得洗衣粉说是强碱 强碱性 告诉我什么是洗衣粉 是碱性的 好 所以我们看这两个线的结果 是不是支持你们刚才说的 对 但是这是普通的水 我们的水月是跟普通的水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除了水以外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质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拿这个 这现在是跟第一和第二是一样 但是这桶里面有一个稳定剂 我们先把这一桶的液体倒进那边 倒进去会有变化吗 哎 倒进去好像颜色也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绿色的 对 所以还是中性的 是不是 没错 你现在 你再加柠檬 加入了稳定剂的液体 最为与人体体液近似 我们再向其中加入酸碱物质 它的颜色会变吗 嗯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是 所以我们加了酸性的柠檬 一点变化都没有 好 我们看 加了碱性的11分 周金姐姐提点这个实验非常的科学 对对 因为刚才加一点点它就有反应了 我们再加一点点看 碱性是很强的 我们看一下 应该会变 它变色 没有变蓝 没有变蓝 是不是 完全没有变蓝 第三个玻璃缸中加入了稳定剂的液体 与我们人体体液最为相近 它的酸碱属性 不会受到其他酸碱物质的影响而改变 同时可以想一想 你拿一杯水 你加热 温度会提高了吗 会提高了 会提高了 它有点热 是不是 对 但是你拿冰块和水混合在一起 温度是多少度呢 零度 零度 你再加热 温度会变吗 只要不要加太长时间的热 对 冰块融化了之前 温度不变 对 它会吸收这个热 但是冰块会融化了 温度不会变 跟我们的稳定剂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缓冲液 加了一点酸 酸碱度不变 皮脂不变 加了一点碱 皮脂也不变 那这个 您刚才说的这个稳定剂 或者这个缓冲剂 它和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加了是一个很简单的缓冲剂 我们人体里面有几个很复杂的比这个还强的缓冲剂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体的pH开始变酸 我们可以防出二氧化碳 对 以后减薪会提高了 是 如果我们的人体的pH开始变减薪的 我们通过鸟液可以防出减薪的物质 所以我们的人体会控制pH 我们的pH值是7.35到7.45之内 在很窄的范围pH不会变 你除了酸性的物质 除了减薪的物质 喝了你说的这个减薪的水 是 你不能改变你的水也和其他的 所以外在的库际其实是不重要的 是 是 那所以现在就可以回答我们刚才提出这个问题了 不管你是喝碱性水也好 酸性水也好 我们的身体都会把它变成一个稳定的酸碱度 对 会改变的 对 所以人体自有人体的奥秘 不用外在的控制 是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用花很多钱 硬要去买个什么碱性水喝 对 跟普通的水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因为我们身体有大量的稳定力的存在 可以控制pH值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化学呢 不学习化学容易被欺骗